啊家里面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房子的进度哈不要再纠结窗户的事情了啊这个窗户只能是这样的咱们改不了 他装上那个玻璃以后呢应该就能好看点啊别擦里擦他干啥擦他啊 啊 外面外墙抹了水泥了是吧 结实行先结实我知道比你都结实那体格的 你现在你怎么你也化化妆修吧 一样一边你草吧 啊咱们先看一下哈这边这个墙面都已经是刷好了上面因为太高了啊 需要下步他们搭架子才能去给他抹上我这边也是都整好了后面也好了 后面也都好了啊咱们咱们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门都装上了我不知道这个门装的装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呃多少站的脱裤子放屁了哈这个 装的干啥也不是浪费吗 这边 这卧室的门红色的门门框 这边红色的门框洗漱间 这边看一下这个是灰色的门 灰色的 还是这两个元素 啊有只好鸳鸯色的 可这 哎呀 你看给你砸的这个墙给你砸的哈 就好像打仗了似的啊 呃这个给我们做窗户的人呢尺寸没良好 啊 良窄咯 所以说底下可以垫了一层砖啊可以垫了一层砖 为什么要给就要不给砸了呢 因为他这边有个横钢 不然不结实 砸了以后他没流孔 没有预泉流孔 砸了以后再 给堵上啊 给堵了转 本来是一个很大的窗户 呃现在整个小窗户了 技术也是非常到位啊 啊 厉害的 包工头啊 春春西海岸呀 啊 这个还好啊 这个没有良错 不然的话这个有窗户也变成小窗户了 啊大窗户也变成小窗户了 为什么说这边留孔 留这个孔 呃因为预防进苍蝇 他们不会想到说我在这个窗户上面 我流到沙窗 没有这种思想哈 没有这种思想说我整个沙窗啊 我通风啊就比较方便了 哎不会的 他上面给你给你留了空啊 那边是通风口 啊 苍蝇进不去 我要是说哎 咱抓个沙窗不就好了吗 他肯当我是傻的 哎有那个通风口不用你用窗户上装 你装那个沙窗你不是多次于去吗 所以说我没说话 啊 就是这样子 老爷们 非常非常非常哇塞啊 非常过档 嘎好 这房子盖的是非常哇塞的 啊 整体 是这样子 牛逼 什么样子 不是丹哥 也是轻车的 我们可以 这笙没有能不能休息 这么小物 扮照再来 我用不到一个小物